其实也有一点类似于刚刚那一题 不过这一题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想画外面的圆 这个30 半径60 直径60 然后里面的话有两个 两个直径为25.6 那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底下的圆比较好画 底下这两个的话怎么画 因为他有跟我们讲那个直径 那其实我们可以 在这边画一条线之后的话 就会有几个讯息呢 可以什么 切切半 半就除以二 就是12.8 所以这边的话12.8就切出来 再把它复制或近色一个过来就好了 比较麻烦是上面这个 那你想说上面这个怎么画出来呢 你想说 这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比例可不可以画出来 其实这一题如果你用比例的话 应该是会有问题 如果说你也想说老师 那我知道切切半 那我给他切切半五个 然后呢 切切半另外的话呢 另外再把它复制一个出来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把它放大之后会产生错误 我们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题的话该怎么来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先把它画一个半径为30 Enter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画一条线 往上 通线 然后就用什么 绘字里面的那个圆里面的切切半 对不对 切切 12.8 OK Enter 另外一边的话你可以用近色 选这一个 空白键 用复制也可以啦 反正就近色或复制都可以 那这条线就把它比例的掉 那如果用刚刚那个方式的话 你想说切切半 然后再把它用两个 再用什么 比例放大都可以 其实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切完之后呢 它放大这个圆 它的半径增加之后就切不到 所以用切切半这个方法就行不通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刚好 我需要一个什么 这边已经有两个讯息 切切 一定要切这两个 但是我少了第三个讯息 切切 如果有个半径 那我可以切出来 或者是多一个什么 再多个切边 那我就可以用切切 三切 就可以切出这个圆 那我要怎么用三切 这边有一个方式 我想这个你们 如果今天我希望在这边切 我可以先在上面画 那我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现在先在上面 往下追踪 用5好了 大概半径为5左右 Enter 先追踪5